为了让花莲县原住民乡亲能够吸得咖啡的技巧和体验 花莲县政府原民处且举办了 《认识花莲咖啡与杯测风味介绍》 文创策展食物赔利课程的初接班 共计有十位学员前来参与 县长徐正蔚也前往研习课程的现场来为学员们加油打气 希望透过专业讲师的指导 让大家能够吸得一技之长 也开创出自己独有的咖啡文化特色 花莲县政府继咖啡平均活动之后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乡亲能处 咖啡教育训练辅导课程正式开班 而正式课程与正式花莲咖啡与杯测风味的介绍 文创策展食物赔利课程处级班 现在学中也前往现场了解学员们上课的情况 希望借由课程辅导花莲咖啡 朝向世界精品咖啡目标来迈进 去年我们正好三位都到花莲的场馆去 而且也得到很大很大的服务 那今年我们就更加的认真 所以延续性的活动不断的在办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些资源 因为唯有珍惜我们才能更加更加的努力去学习 因为公共门的资源的确有限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珍惜后 把所学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未来在开课的时候 不一定是很大的规模一般 但是还是希望很多人 大家能够来认识咖啡 品尝咖啡 让咖啡成为我们自己的日常 尤其是我们觉得 周朋友从一杯咖啡开始 周朋友 从闻到咖啡箱开始 就是一个很兴奋的 所以今天特别 我们这个原民处开课 所以特别也来穿歌 先来许中会表示 课程内容从咖啡农 从选种 栽培种植 并从害防治 管理技术 酱果后制处理 渗透品质管控 烘豆 充泡品牌经营 财务管理 上给予教育 辅导以及修正 营超出属于花莲咖啡的品牌 与东西太平洋咖啡 与国内外的咖啡爱好者 一同来分享 记得喜欢我们观众 绝对价格 在开课程中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